關心生態鏈的話 除了關心蝸牛之外 近來也不是近來 從來也有很多朋友養貓貓、狗狗 養貓、狗狗 通常貓不會帶出街 狗就一定會帶出街 很少人放貓 雖然我見過 我見過的 但不多 很少 我想看貓的性格 是 但放狗就一定有 尤其是如果有朋友養盜蟻犬 或者狗有心理輔導的作用 就一定要帶出街 如果帶出街 有一個地方很麻煩 就是很多時候 一些室內場合 都不讓你帶狗進去 無論吃飯也好 例如走商場也好 因為牠怕你 例如小狗柯市柯尿 弄髒地方 或者更甚就是 怕牠廢 嚇到其他吃飯的人或逃人 其實那些人這麼小膽嗎 一隻狗吠而已 又會嚇到你 不是的 我想也會很影響 尤其是小膽的人很難說 蝸牛也嚇到牠 你也對 近日這個大陸 現在越頒越多法例 做了一條叫做 文明養犬管理條例 這個名字很大陸 什麼文明什麼什麼 文明養犬 文明養犬管理條例 首先個人要文明才會養犬 才可以養犬 但我懷疑犬是比別人文明 因為你在廣西 對於養犬 是不是這樣理解的 是 他們吃狗肉 所以我才說 文明養犬條例 首先你令人文明先 文明先 這樣才會養犬 你主廁的位置也擺錯了 但不要緊 他這個文明條例是做什麼 他禁止了 不准帶狗進去 例如酒店 圓林 我想九龍公園那裡也不行 還有封閉式公園 健身的步道 什麼叫封閉式公園 這個真的要考究一下 應該是室內的 你也封閉了 我怎麼進去 類似黑空中花園那些吧 有困難的 有困難的 但有很多 例如學校、幼稚園 養老院、圖書館 美術館、戲院等等 車、船那些 原來都不行 超級市場、購物中心 基本上沒有地方可以去 那狗去哪裡 沒有了,可以在家裡 所以挺可憐 近日頒布這條條例前 有位男士帶了她的狗 去一間酒店吃飯 因為剛好那天那隻狗病了 所以她長期照顧著她 不像現在香港人 通常是扎著餐廳外 她帶進去餐廳 跟她一起叫做吃飯 那隻狗坐在對面 她又在這裡吃 那隻狗 人吃飯的時候 那隻狗也要吃東西 她吃東西 就已經沒有用餐廳 譬如有隻碟 去倒狗糧上去 那些 她自己帶了一個盆 給那些狗糧 倒狗糧進一個盆 裡面吃飯 都很合理 其實都沒有什麼 很合理 暫時聽都沒有什麼 但是竟然 後來有人投訴她 就說 為何你可以讓狗 坐在餐廳裡 跟你吃飯 你不覺得很不衛生嗎 你不覺得這件事很不合理嗎 那除非那隻狗 真的好像拍戲 有整個烏鷹圍圍著她 飛來飛去 那些室又周圍 但除非這樣 否則 我想不通 那個不衛生位 怎樣不衛生呢 譬如一邊吃一邊拖 拖了一條椅子 或者找一條椅子 周圍辦事 見人辦事 你就說 叫做不衛生 叫做不衛生 那她又沒有這個行為 又怎樣不衛生 她沒有這個行為 純粹她應該是多疑 她說她是怕她有癲狗症 怕她有些奇怪疾病 看不到那些 那她又不是也先質疑 她也有說 你在家裡也不會讓狗 坐在對面跟你吃飯 其實有些人在家裡 可能也會 她在說什麼 質疑養狗的人 那些人流行的說法 但我想說 很多都一起吃 其實很多時候 你找一個 現在的寵物友善的餐廳 其實你讓狗坐在桌上 首先兩件事 你要理解的是 有一間餐廳 它可以容許客人 帶牠們的寵物來到 首先你要知道 那些是什麼客人 首先第一個點 人們會覺得 你帶寵物進來 弄到地方髒了 但你想回頭 能夠帶自己的寵物 願意帶牠出街 連吃飯都要陪著牠 你就知道這個寵物 對於牠的寵物 基本上當牠是兒子 甚至乎有過之言無不及 沒錯 而我敢說 基於一個這樣的前設 那隻狗有權乾淨過你 是 你明白嗎 牠疼的程度 是疼到可能 牠碰到什麼都 馬上用濕紙巾來 從頭抹到腳 很多這些 全真跟牠走精消毒 你可能會說 牠們走到地上 會髒 很多現在是坐BB車 留意那輛是BB車 是 但牠是契來運舊 對 沒錯 重點是牠比人乾淨 有時候會想清楚 如果你還用一個固有的想法 狗是髒的 當然 你看看你哪種 如果你是流浪狗 當然你會擔心潛在風險 很明白 但牠是有主人養 當然你會說 牠來到如果賴屎賴尿 那有人在湯 牠喝大了 對 也很不衛生 那就是一樣 你說那些商場 有時候不讓狗隻入海 我明白如果牠是給分 我明白可能會令牠的跌距很亂 但有時候 如果那個人是盜盲犬 或者工作犬 牠真的需要 那我就覺得不應該 而且之前有很多報道都說 其實有很多餐廳 可能對於那些盜盲犬 其實那個態度不太好 例如那個人士需要一隻盜盲犬 當然牠視力上有一點問題 然後可能那隻盜盲犬 是牠很重要的一件事 當牠坐下來吃飯 那隻盜盲犬自然要找一個躲 可能牠躲在桌上 或者不容許牠有座椅坐 但當牠在側邊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踢到牠又有 有時候我聽過有些 可能是牠撿東西 那些水彈到牠 或者有些滾水彈到牠 那牠是硬實的 而主人看不到 最慘的是 為什麼牠要出現 就是因為主人看不到 但是如果遇上這些 還有那些盜盲犬 盜盲犬 你都知道牠們的那種種 是比較大一點 不是那些玩具狗 或者是小狗 全部都譬如金牛 那一堆功能犬 全部都大大隻 我看到有些 我之前和一間NGO錄了一些東西 支持牠們 我只看到10個 一個需要動蠻犬的朋友 其實那隻動蠻犬 那個體積是大個人 需要那個朋友 那你就很奇怪了 當然明白香港有一些餐廳 由於可能牠的面積是沒有 可能外國那些那麽大 所以推行得不是那麽好 甚至現在大家有個討論 就是一些視像的人士 需要搭公共交通工具 那連 譬如巴士上面 都不會開闢到一個位 給一些朋友 和盜盲犬一起坐 經常吵架的位置 都可以上來的 可能車廂的乘客都配合 但是問題就是 那隻動蠻犬應該在哪個位置 我們沒有理由 譬如一個視像朋友 上車 動蠻犬就綁住了一個 可能在車廂前面 司機位旁邊的空間位 即是我們平時擺行李的位 跟著那位朋友怎麼辦呢 還有三步走到位置 就是一個非常之慘 我覺得跟他們溝通完 就是他們便少出街 他們不敢出街 因為出街會出現一些 很多麻煩事 令到他們 其實我跟他們聊天 他們的性格是有些變化的 即是有些變化就是 他們現在都是要一些 點對點的一些中心 他們去做一個社交 其他生活是不銜接的 即是配合不到的 即是永遠他們有個心態就是 不想拖累人 即是不想 原來旁邊 他聽過一些個案 就是說 他和那隻動蠻犬上巴士 令到小朋友和媽媽吵架 他又覺得 是因為原來我 令到他們吵架不好 慢慢形成 其實就是出現了一個 疏遠或是自我隔離的狀態 是的 是的 我多兩天才親眼見證到 這群人士他們受到的歧視 真的很深切 因為我那天經過聯合廣場 即太子聯合廣場門口 有一位人士是盲的 我相信他應該是在那裡等人 純粹他站在聯合門口的位置等人 有一位保安立刻搭自動電梯下來 不知道是否見到CCTV 看他牽著一隻金無長無犬 他就停在那裡說 小姐你不可以在這裡站 我們商場不可以帶狗進來 首先我覺得狗很乖 又沒有肺 而且一步半步位 一步半步位 你說牠在樓上逛街 就跟牠先說牠也不像 沒錯 牠只停在門口位 根本沒有進去 第二隻狗根本沒有阻止其他人走上走 自動電梯的位置沒有阻止 根本整件事 就是牠完全只是執行上司 叫牠攀扯的狗 攀扯的那個人 這個命令 完全沒有考慮過那個人的感受 這個衍生一件事 其實多年來 有很多人說 說香港好像停止了進步 或者甚至退步 我撇除你說社會運動 我撇除你說疫情 你先丟開這兩個原因 因為真心你問我 不關這兩個原因 其實打從我們回歸之後 很多企業 很多做的人 開始有一個想法出現了 那一刻我本人就認為 是香港開始停止進步的那一刻 是什麼 案章或者叫根子印 以前香港人成功是因為我靈活 雖然我有規矩 但我知道每次個案子 我懂得怎樣調 是 上至老闆 下至保安行必 他都會想這件事 現在大家不上什麼票 最好老闆叫什麼 上面說OK 跟那個子印ABCDE 哪怕你什麼案子都好 總之一字一符 皆不能改動 原來是大英法律 所以重點就是 由那一秒開始 我就覺得香港人開始不進步 香港這個地方開始有問題 就是源自這件事 所以你剛才的案子就是正確 你想想那個人 還要你想想你前幾天 正在下雨的時間 師傅 是 他避雨 你不要搞到 好像以前看很久之前 小姐看什麼 醜陋的中國人的書 那些故事才可以 在北平發生的事 你不要說這些 大佬2021年 所以我就說這些 你不會變通的 甚至乎很簡單 我講一個例子 這個是我親眼都見過的 世界有一塊地方 是沒有流浪狗的 德國 德國是沒有流浪狗 這件事情出現的 荷蘭也差不多 旅近埋近做到 這兩塊地方 有一個很共通的東西 他們會自動地有些店 放一些水兜 有空會換的 然後就是走過的狗主 不需要帶水的 你自己放狗過去喝 你又相信那些水是乾淨 然後那些人又相信 你們喝完 不會在他們門口 拖廁拖廁 這些就是人家 國家做到的事情 例如我去過的 可能去過阿姆斯特丹 去過莫尼克 他現場的人 就真的這樣做 然後就是譬如 他們去帶狗 旅旅外外的餐廳大部分都沒有問題 而是人家都會知道 有權利有義務 就是當你可以享有帶狗周圍去 你顧回他們的事事了 所以說我沒有了 其實很簡單 有沒有政府是立法 要他們放水 還是純粹出於好意 沒有 真的出於好意 你當像現在我們香港的店鋪 門口有個地主位 他就不是放地主 他只會放水 然後他就有他 有些放涼 陰功 他有空會換 就算沒有人吃 也好 我看放得久他會換 我是親眼看過這些股張 我會覺得 這麼瘋狂 等於人家的事情 可以令到不需要立法 或者不需要用高壓 令到人民去理解 然後他們自發願意去做 譬如說垃圾分類 不是因為我要收你很貴的錢 而你去做 而你覺得這件事是需要 所以你做 正如這個對貓貓狗狗一樣 更甚的就是駕駛也是 在德國駕駛的高速公路 是不限速的 你踩到300也行 沒有人理會你 但你只要的 就是最快的線 你不要硬著 你過完人 你抽到第三條線 即入面中線 而德國人是會自動做這件事 所以他們駕駛可以這麼自由 在德國駕駛是爽快 但有沒有炒車那些 沒有 他們的交通意外是少很多 因為他們明白那個道理 就是你不要走過去 有些人在那邊飄 我試過一個例子 就是我在德國駕駛 我自己駕駛一輛大的SUV 我當時都在走過200了 我當刻都在走過200了 我當刻都在走過200了 突如其來我走過第三線 它有第四線最快的 我看到後面… 有個220 我看到有兩點光 很大聲在後面 然後我看一看 然後我看一看 我已經可以縮 我本身第三線都安全 我縮夠第二線 正當我剛剛打燈一動的時候 它已經在我旁邊 然後很快衝我看一看 它只是一輛RD的A4 一輛RD 我駕駛200 它可以做到這件事 它至少要駕駛250 但我不知道它改過這輛車 還是怎樣 但我說別人容許這些東西 而他們沒事 大家是這樣走過城市 其實香港人如果不是那麼暗障 其實是可以有很多變化的 所以其實駱仔 你剛才說的條文上面 我覺得那個文明很奇怪 經常都說文明瘋狂 香港也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公園也不是公園 不准放紙繞 不准踩單車 不准野餐 那張椅子還要佔到什麼 因為怕陸宿者流浪者 在椅子上睡 就和你航多兩條貼鏈 就讓你睡不到 問你死了沒有 那些奇怪的位置 究竟取勢是什麼 剛才阿斌說的例子 我很深深感受到 美國說到很自由 每次都不會刺到你死 但它的鬆緊位置是很寬容的 其實那個準備可能會刺到戒或範例的人 例如香港超速 給5km 就鬆動 一個就你320 一個就你640 類似這些 這裏不是的 它有些建議斜速 譬如這條路是建議45 不是建議你的 是建議你的 沒錯 譬如走到60km 但當一有事的時候 它撞到你那一刻很帥 譬如你超過100km 你一天不要出事 我整架車勾走你 我把你的車勾走你 就不是說你超過了幾km 我就撞你 即是你這樣就沒有問題 那又有什麼問題 即是如果用回香港養隻貓貓狗狗 公屋的朋友也好 怎樣也好 變成很閃避 所有東西都很閃避 近這十年 不敢公開 近這十年八載 大部分的香港人 我的觀察 我不是一觸桿打樹 大部分的香港人都很喜歡 在一些條例當中 去找一個俠縫出來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例如 儲那些什麼飛行李訴 換那些什麼 即白雞現金券 大家不就很流行 出了一個條文 讓我立即抹一次 怎樣用一個最小的槓桿原理 在這裡喊十個朋友 一起幫我搞 然後將我搞到一個大的回來 還會出了一個攻略 還會出了一個攻略 很多這些 近這十年二十年 香港 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寫死了條例 香港人最厲害就是 你寫死了就可以了 我用我畢生的智慧 去扭贏你 但我就說 剛才阿亨哥說的 就是譬如說 當他有一個位置 讓你去抓莊 其實我想說 反過來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出現 家長式管治 某一部分的人覺得 香港人要管 我要用家長式的管治來管 香港人就會 你告訴我 家規是十項 我就在條縫走出來 香港人的性格是這樣 好了 但相對地反過來 沒有家 放在這裡 你喜歡做什麼做什麼 香港人是順民 香港人很懂一個字 叫做見好就瘦 咦 我玩一會兒 沒有人理我 這麼便宜 玩兩次 又沒有人理我 這麼便宜 不對 應該有些事情 不對 是這樣的 香港人性格是這樣的 因為很怕做第一個 情況等於什麼 一個女人怎樣管一個老公 不是要她 十二時一定要回家 一定要檢查 公事包裡面有什麼電話 跟什麼人聊天 她便會想 我多開個電話 我回來之前充過的量 我知如此類 很多方法 反而你有的 咦 不對 昨晚跟阿強出去跳舞 老婆沒有找我 今晚又跳舞 又沒有人找我 第三晚那個馬佬害怕 自己回家吃飯 自己回家吃飯 回家吃飯 就是這樣 其實故事說完了 只是這樣玩而已 所以我經常都不明白 為何用這個狀態 就是令大家越來越蠢 或者現在你覺得市面上 或者城市 為何越來越 好像沒有什麼進步 就是因為 我們有這個方法去管治 或者有這個方法去相處 和世界相處 就是這樣 即是我見到是這樣 而當這件事成立的時候 其他民生上 形形色色淋淋種種 就是剛才 等於你說 在太子聯合門口見到的一個 即是本身可以是一個很浪漫的東西 保安可以照樣下來 是 你試試他拿水給那隻狗喝 還有你試試走過來 小姐這裡 我們不能放狗 請你麻煩出去 不 我覺得就算 他真的逼小姐走出去 你至少拿一把遮給他 你至少遮一遮 連這個最基本的人情味 你都沒有的時候 又或者你說 喂不是 不能這樣 大哥我份工都沒有 你可以跟他說 喂大哥 知道你避雨的 沒有壓力的 不過如果差不多時候 免得我老闆 你又差不多 等多想要離開 大家有個溝通 他就知道我不要太過分 我知道我最好責任 其實這個世界很簡單 為何要搞到這樣 所以就不得而知 所以你說文明養狗條例 這幾個字 你不如想一想才拿出來 那邊都比較信民多 要給條條例他們跟 所以為何經常說 我們積香港人五億 因為我們不喜歡 家長會管治 去787-087-998-883 或者用轉數快 或者登入D100.net 網上PayPal訂購 自己有 請訂購D100香港台 如果有任何查詢 可以電郵去 info at D100.net info at D100.net WhatsApp去 91671611 又或者打電話 22971999 一起把聲音留住 續訂D100香港台 延續節目人才